大家好 我是魔人 這次回到跟大家介紹 仙境傳說《永恆的愛》 《守護永恆的愛》的更新 因為更新的更新 相信大家都沒心思看 所以我重點說一說 活動增加了很多 包括《玻璃大亂酒》 以及多了很多角色 其實也不是很多 只有四個 就是《煉金》和《流氓》 日常玩法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我們的等級 這也挺重要的 上升到99 升到99的時候 就會開放《永遠的事業草》 如果升滿了永恆的級數之後 就可以玩這個任務 這個任務在普隆德拉的藍門 NPC裡面就可以獲得 即是可以接下這個任務 還有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大幅下降 進加二轉的Drop 可能很多人進加二轉之後 升Drop超級慢 技能就加不完 但是現在十一到四十的話 就會升得快很多 我相信大家也會很開心 另外就是工會副本裡面 會新增薑餅城區域的魔物 包括BOSS 其實只是加多一些東西進去 版本裡面就是新增了96至99相關的任務 然後新增了恐怖反斗城 如果你的角色到了95的時候 就可以去薑餅城找NPC 了解詳情 就可以修復裂縫共用了 獎勵次數 可以去看看吧 還有就是新增的地圖 就是薑餅城已經開放了 玩具工廠有一樓和二樓 上面就是... 下面都是說薑餅城裡面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再看看 另外就是新的職業 剛才也說過了 煉金術士和藍脈流氓 漿街易轉就是創造者和神恆 如果大家要轉職 還是回到冒險者總部 這樣就可以找到他們轉職了 另外... 這些可以不用看 還有就是活動商人 新增了生命體洗禮水 就可以供煉金系的生命體重置 這個煉金才有的 如果不是煉金就沒有了 另外這些都是流氓學習的技能 自動可以獲得冒險者技能 延學延用 延學延用技能可以施放通過抽雜 這樣就可以獲得 另外... 玻璃大亂鬥這些其實是活動 我們留下一節再說 這也挺重要的 新裝備升級方面 升級的傷人就是... 麥肯石和烏加特 其實是同一個人 另外那個防具升級箱是拉姆雷 以及烏加特 還有一批新裝備 包括羽毛拳杖 炎者披風 然後是化學守護套 化學防護手套 然後是盜察之弓 這個盜察之弓應該是給劉文用的 黑胡漢年這些之前有的 然後是修爾特長矛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看看裝備 寵物相關 即寵物那些都會多了一點東西 寵物的裝備部分角色的頭色 在介面上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另外這些都是寵物派顯的功能 也優化了一點點 穿大裝備精煉等級可提升派顯率 即是如果魔物有精煉的裝備 其實也會提高派顯率 這樣也非常好用 即是大家也要繼續玩下去吧 寵物的話 如果你想多玩寵物冒險 那就要去精煉一下裝備 這樣就會更快 另外就是工會挑戰 新增了一些眼睛 眼睛的顏色 眼睛的顏色 即是怎樣說呢 可能你想換成紅眼角色的角色 也可以換成 美人餘之心的銅孔 美人餘之心的白 這些就是美童 我相信可能是卡拉康的意思 其實導師相關調整 我覺得挺重要的 導師的等級是由80條到85 學生畢業等級也是由80條到85 其實準確點來講 就幫助大家升級更快 拍賣行的功能開放 相信有看過短片的朋友都知道大概拍賣行怎樣玩 所以這裡不多說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拍賣行的所有資料 不...所有資料、詳情 這裡非常多 另外的調整就是牧師系 其實牧師也有很多調整 大家要注意 如果是玩牧師的話 真的要看清楚一點 另外鐵匠系 稍微修改 導賊系只是流氓方面看 流氓方面比較多 另外戰鬥優化方面是自動技能難 開放了戰鬥技巧3 C級冒險者可以學習 並解鎖一個自動技能 假裝死的技能 這些其實也不太需要看 相信大家都不會常常用假裝死 緊急時才會使用 其實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另外那些是關於之前的問題的優化 今天簡短介紹到我們最新的更新 1月18日的更新 其實就先介紹到這裡 因為真的太長了 太久沒有更新了 人家一次過更新了 一次過更新了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也覺得很多東西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的請記得按LIKE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pipeline 好 快按一會 情込書 放開 可以按下 快按起 by bwd6